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日我们聚焦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面临的最新法律挑战 特别检察官捷克·史密斯针对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案件 提出了一份修订后的起诉书 这一举动是为了响应美国最高法院对总统豁免权的裁决 检方删除了某些指控 但仍保留了对特朗普的四项主要控罪 包括阴谋诈骗和妨碍官方程序 起诉书中详细列出了特朗普在选举后的多项行为 从公开散播虚假言论到施压选举官员 企图改变选举结果 特朗普则回应这一指控 称之为政治迫害并呼吁支持者团结起来反对 这一案件不仅涉及特朗普个人的法律责任 更关乎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精神 随着案件的深入 更多的细节和证据将可能浮出水面 社会各界对此案件的关注也将持续升温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一案件势必会在美国的政治和法律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盛顿的法律风暴再次掀起波澜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试图颠覆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案件 迎来了新的戏剧性进展 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重新提交了一份修订后的起诉书 回应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7月的裁决 该裁决对总统的部分行为给予了豁免权 面对新的法律挑战 特朗普依旧坚称这是一场猎物行动 并在社交媒体上呼吁支持者们团结抵抗 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在周二向法院提交的这份新的起诉书中 详细描述了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后的行为 指控他通过多种非法手段试图推翻选举结果 新的起诉书长达36页 虽然删减了一些涉及总统豁免权的细节 但保留了四项主要控罪 包括阴谋诈骗美国 阴谋妨碍官方程序 妨碍官方程序 以及阴谋剥夺选民的合法权利 检方认为 这些指控显示了特朗普行为的严重性 和对司法公正的坚持 在起诉书中 史密斯详细描述了特朗普及其团队 在选举后的具体行动 指出特朗普多次公开发表虚假言论 声称选举被偷走 并试图通过施压选举官员 和利用司法部权利推翻选举结果 检方指出 特朗普曾要求时任司法部长威廉·巴尔 宣称选举存在广泛的舞弊行为 但巴尔拒绝了这一请求 并公开表示没有证据支持这些指控 面对新的起诉书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大声疾呼 称这是政治迫害的一部分 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打击他的政治生涯 他在True Social账户上写道 这是华盛顿特区死亡的猎屋行动 为了挽回面子 非法任命的特别检察官疯狂的捷克 史密斯对我提出了一项荒谬的新起诉书 他还指责检方和民主党试图通过这些指控 阻止他再次竞选总统 并呼吁他的支持者们团结起来 抵制这一政治迫害 特朗普的律师团队也迅速发表声明 称新的起诉书毫无根据 并表示他们将权力为特朗普辩护 律师团队强调 特朗普在选举后的言行是行使他的言论自由权利 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此外 他们还指出 最高法院的裁决 确认了特朗普在其公职行为中 享有一定程度的刑事豁免权 这意味着作为总统 特朗普在执行其职务时的一些行为 可能不受刑事起诉的约束 然而 检方认为 特朗普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合法的范围 构成了犯罪 在新的起诉书中 史密斯指出 特朗普及其团队在选举后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试图通过虚假陈述和非法手段影响选举结果 包括向选举官员施压 传播虚假信息 以及试图阻止选举结果的认证 这些行为不仅违反了美国的选举法律 也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构成了严重威胁 这一案件的进展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支持特朗普的人认为 这是对他的一种政治打击 而反对者则认为这是对法治的维护 是对试图破坏民主选举行为的有利回击 特别是考虑到 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面临刑事指控 并被判有罪的前总统 这一案件更是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 最高法院的裁决 对这起案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7月1日 最高法院裁定 所有官方总统行为 都有权享有推定豁免权 免于起诉 这一裁决标志着行政权力的显著扩大 特别是涉及到2021年1月6日 特朗普支持者冲进美国国会大厦的事件 法院的多数派直接提到起诉书 指出特朗普被指控在1月6日 试图争取副总统的支持来改变选举结果 由于与副总统互动是总统公务的一部分 法院解释说 特朗普至少可以推定免于因此类行为而受到起诉 最高法院目前拥有保守派的绝对多数 其中三名法官由特朗普亲自任命 这一裁决以6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 所有三名反对者均为左翼法官 法院的裁决不仅对华盛顿的案件产生了直接影响 也对特朗普面临的其他起诉书产生了影响 特别检察官史密斯的修订起诉书 显示了联邦检察官如何对裁决作出回应 起诉书新增的描述 强调了特朗普与官方圈子之外的人互动的行为 以避免涉及总统公务的豁免权 在起诉书其他部分 检察官们煞费苦心地将特朗普总统 与特朗普政治候选人区分开来 例如 起诉书的第一版说被告反复广泛传播虚假信息 而第二版则更新为被告利用他的竞选活动 重复和广泛传播虚假信息 此外 修改后的起诉书承认 特朗普有时以总统的身份 使用他的推特账户与公众沟通 然后强调他还经常将其用于个人目的 尽管如此 核心指控依然未变 特朗普参与了欺骗美国的阴谋 妨碍和阻碍官方程序 并阻止合法选票被计票 起诉书详细说明了 特朗普如何煽动支持者采取行动 向选举官员施压 并参与伪造选举人团选票的计划 起诉书中写道 这些阴谋都建立在被告通过 关于选举舞弊的普遍和不稳定谎言 所制造的广泛不信任之上 针对的是美国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 国家收集 计票和认证总统选举结果的过程 史密斯表示 新的起诉书体现了政府努力尊重 和执行最高法院的判决 和发回重审指示的努力 他最初于2023年8月1日提出干预选举的起诉书 此前大陪审团投票决定 起诉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 及其后果期间的行为 这是四项起诉书中的第三项 预计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塔尼亚 邱特侃将对此案做出裁决 该案不太可能在11月的大选前开庭审理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起案件无疑将在美国历史上 留下一页浓墨重彩的篇章 对未来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产生深远影响 公众将继续关注这一案件的发展 希望通过这一案件 能够进一步了解真相 并确保美国的选举制度和法治精神得到维护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试图颠覆2020年 总统大选结果的案件 在最近出现了新进展 特别检察官捷克·史密斯 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 特朗普在卸任总统期间 享有部分公务行为豁免权后 提交了一份修订版的起诉书 新的起诉书 保留了对特朗普的四项主要控罪 分别是阴谋诈骗美国 阴谋妨碍官方程序 妨碍官方程序 以及阴谋剥夺选民的合法权利 但删除了一些 涉及总统豁免权的具体指控描述 起诉书详细列出了 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后的一系列行为 这些行为试图推翻选举结果 检方指控特朗普 多次公开发表虚假言论 声称选举被偷走 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 阻止选举结果的认证 他还被指控 向多个州的选举官员施压 要求他们找到足够的选票 来改变选举结果 此外 特朗普曾试图利用司法部的权利 来支持他的选举舞弊指控 要求时任司法部长威廉 巴尔宣布 选举存在广泛的舞弊行为 但巴尔拒绝了这一要求 特朗普对此新起诉书做出回应 称这是猎屋行动 并指责检方和民主党 通过法律手段 打击他的政治生涯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呼吁支持者团结起来 抵制这一政治迫害 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则表示 新起诉书是 毫无根据的 并将权力为特朗普辩护 强调特朗普的言行 是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 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这一案件的进展 在美国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 支持特朗普的人认为 这是一种对他的政治打击 而反对者则认为 这是对法治的维护 是对试图破坏民主选举行为的 有利回击 特朗普作为前总统 面临如此严重的指控 更是引发了社会各界的 强烈反应 新起诉书的出台 是为了回应最高法院 在7月1日的裁决 确认了特朗普在其公职行为中 享有一定程度的行事或免权 这意味着作为总统 特朗普在执行其职务时的一些行为 可能不受刑事起诉的约束 然而 特别检察官史密斯认为 特朗普在2020年选举后的行为 超出了其总统职务的范围 涉及到非法和不道德的行为 案件的审理 将对美国的政治和法律体系 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前总统 特朗普的行为和其后果 将成为未来类似案件的重要参考 检方将继续收集和提交更多的证据 以证明特朗普的行为构成犯罪 而特朗普的辩护团队 也将继续为其辩护 试图证明他的行为是合法的 并且是为了维护选举的公正性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一案件都将成为 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一页 对美国的司法系统和民主制度 产生深远的影响 公众对于案件的每一步进展 都会保持高度关注 希望通过这一案件 能够确保美国的选举制度和法治精神 得到维护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特朗普这次可真是摊上大事了 你看看这新起诉书 三十六页详细列举了他在大选后的各种操作 仿佛是给编剧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政治惊悚片剧本 不得不说 史密斯检察官真是下了大功夫 连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发言都成了证据 你要知道 历史上卸任总统面临这种刑事指控 可是凤毛麟角 特朗普这次真是开创了仙河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可真够夸张的 特朗普称这是猎屋行动 我看还真有点道理 这不就是政敌之间的你来我往吗 你说特朗普威胁民主 可别忘了民主党也曾在选举结果上闹过不少动静 再说了最高法院都说了特朗普在公职行为上是有豁免权的 这起诉书到底能不能成立还真不好说呢 历史上尼克松不也差点被弹劾吗 最后还不是全身而退 特朗普也许就是下一个不倒翁呢 谢琪琪 你这话真是为特朗普打了鸡血 不过别忘了尼克松可是辞职了 特朗普可没那么体面 检方可是指控他多次发表虚假言论 还施压选举官员 这可不是简单的政治斗争 再说了 特朗普用司法部来支持他的虚假选举舞弊指控 这可是赤裸裸的滥用职权啊 简直就是用公权谋私利 你觉得这合理吗 楚天书 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 特朗普发表的言论都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他不过是在表达对选举过程的不满 再说了 美国历史上哪次选举没点争议 你还记得2000年不时对戈尔的那场选举吗 那可是打到了最高法院 特朗普这回不过是用他的方式抗争罢了 至于施压选举官员都是江湖传闻 哪有确凿证据 我们都知道 子虚乌有这个词可不是白来的 谢琪琪 你这套说辞可真是死鸭子嘴硬 言论自由不等于可以肆无忌惮地撒谎 更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控选举舞弊 你要知道 司法部长巴尔都拒绝了特朗普的要求 并公开表示没有证据支持这些指控 你还记得水门事件吗 那可是证据确凿的政治丑闻 特朗普这回的行为真的是在挑战 美国的法治精神 如果这次让他全身而退 那美国的民主制度岂不是形同虚设 楚天书 你真的以为美国的民主制度会因为特朗普一个人就崩塌吗 别太小看美国的制度了 再说了 难道你忘了特朗普可是有数千万支持者的 他们可是认为这是政治迫害 你记得麦克百里的那句台词吗 人生不过是个行走的影子 一个别角的演员 在舞台上喧嚣一时 最后归于沉寂 特朗普不过是这个舞台上的一个别角演员 这场戏还没到落幕的时候呢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这场戏还没到落幕的时候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尼 刷洁 并址是6度一份领 去虫洁本主